明哥聊太集 非常暖,一点都不冷,非常暖和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回复一位张先生的留言 这位张先生呢,在私信中问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太极拳战装的时候 他的外境内动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明哥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那么虽然我个人不喜欢战装 但是呢,我过去呢 很多年以前就是 也战了很多年 那么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个关于这个战装的外境内动 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外境,这个很简单 它的外形 那战装外形是不动的 对吧?是不动的 是不动的,我们战装是不动的 外形是不动的 但是这个外形不动 他这个很多老师就说他内动 那么这位张先生问的问题的重点呢 就是内动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内动是怎么回事 我的感觉呢,是这样 他说外境内动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外境是外表不动 那么我感觉主要的内容呢 还是在内动中 那么这个说内动啊 首先我们战装的内动 首先是什么呢 太极拳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静机生动 你战装首先要静 你外形静 你的思想内部都要静 那么由静生动 静即生动 静到极致 你安静 静到极致的时候 他就是生动 这个呢就是 这个动 关键这个动 内动它是什么 有的人说内动 这个气走哪里走 走一定路线 什么路什么路线 有的人说走这个路线 有的人说走那个路线 是五花八门 我个人的感受啊 我五十多年太极拳的体会是什么 这个战装的时候 这个内动 是他自己的动 不是我人为的动 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 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了 我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腰 不舒服了 我调整一下 这种调整 不是内动 不是内动 它仍然是外动 外面调整好了 它还是进 那么这个内动 是在心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自己生的动 那么这个自己生的动力 它是怎么动的 它动的感受是什么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那么我们聊这个话题呢 聊的内容就是 你要听 它自己动 那么它自己动的时候 那么 我们的呼吸是自然的 不去指挥它 也就是我们民歌聊太极 有一个持我在里面 民歌聊太极这个频道里 经常讲的四个字叫 勿忘勿助 我们站庄安静了 当它的呼吸呀 它的感受呀 每个地方的 自己 自己生的那种动 我们不要去追求它 也不要去帮助它 也不要用意识去吹动它 而有的老师呢 他在讲战装的时候呢 说我们要内动 我们要用意识 来这个 来这个 引导这个内动 我是不主张这样的 民歌聊太极 我们这个频道 不攻击任何人 不贬低任何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传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体会 我个人以为当进气生动的时候 我们不用意识去阻止它 也不用意识去引导它 我们仍然是山高水清 风平浪静 它自己随便这么动 这是内动的本质 只有这种 勿忘勿助的内动 不用意识去指挥的内动 才是它应该有的东西 它应该有的东西 才是它的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 如果我们用意识去指挥这个动 如果我们用外形去调节它的动 那么这个动 它不是由静而生的动 不是静生的动 是指挥的动 这种动 严格地说 它不是内动 它不是内动 那么我表达 我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只管站桩 不管动 那么它自然地会动 有的人说 那你有什么根据 我没有根据 这个内动 我们的内部 五脏六腑 它自己慢慢地去恢复到 它自己的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都是在 它这个循环系统 都是在自己的微率的范围内在循环 呼吸系统 它的消化系统 你呼吸是自然呼吸 你自然呼吸的时候 这个呼吸的这个 血液里的氧气 它自己在动 就是我们不去管它 不去管它 不要追求这个内动 我今天的视频 大家听到一个东西 你不要去追求 站桩的时候 那种内动 不是你追求来的 不是你学来的 不是你用意识去引导来的 而是你通过站桩入境 注意这两个字 你入境了 内就会动 它是怎么动 它感受怎么样 不要去追求来 不要去问 不要去管 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想那种事 你只管入境 你只管入境 眼前你看 这个天气多晴朗 你看 这个天气太晴朗 对不对 风平浪静 山清水域 你看多好呀 对不对 你心情一静 内动自然生成 那么说 你如果是站着混元桩的话 这个桩的话 它就会逐渐的产生内气 产生内进 那么你说你没有根据 你怎么能知道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它就是这样 它就能产生内进 很多人喜欢问为什么 这个人间的传承的东西 不要问它为什么 我在民歌聊太集 每一个视频 几乎好像 特别是今年 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不要问 你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时间长 你敢说 民歌讲的这个不错 有道理 练得还确实是那样 这就已经够了 你不需要去追究它 不需要去追究它 那么关于太极拳 站桩的时候的内动是怎么回事 外境内动是怎么回事 那么一句话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由入境而产生的内动 不是我们用意识 用身体调整外形 产生的动 是由入境产生的动 你越近 这个内动越大 你越近 这个内动越大 这个内动也就是 这么说 这个表达 很难说 就是你越近 它这个内气 越纯净 越纯洁 越纯洁 而真气 它夹着一种什么呢 夹着一种呼吸 夹着一种肌肉 你越入境 它就把其他杂的东西都去掉了 它越是纯真的真气在运行 它运行的路线 是它自己的路线 不是你人为给它规定的路线 好 那么今天我讲的外境内动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位张先生 他给我私信中间还说到一点 说每天都看 明哥聊太极 收益很大 所以就问这个问题 他说呢 很多是聊的天的话题 虽然不懂 也每天都看 这就是最好的学习的办法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这是太极选最好的办法 你追求它 为什么 你不一定能学会 好 那么关于外境内动 战装时的外境内动 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么多 明哥聊太极 谈实 不谈书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实际是什么 今天的视频 你要抓这个核心 实际是什么 你站状 只管入境 不要管内动 偏偏恰恰 就是念的内动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收藏观众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感谢大家